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珅这个人 他是一个比较悲惨的人 他一出生 他的母亲就因为在生产过程中难产而离开了人世 而他的父亲也在他九岁的时候就因为生病而离开了人世 但是父母的离世并没有打击到和珅 于是和珅为了能够脱颖而出 便开始努力地学习 他精通多门语言 而且还静下心来读了许多的名著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深得许多大人物的喜爱 和珅有一次在赈灾的时候 居然往州里面放沙子 他的这种做法居然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大大赞赏 而且在数百年之后又被世界认可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维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和珅的故事 和珅的发展史 乾隆十五年 和珅出生在福建副都统长宝家中 这个让人谈到就会自动加上贪官而资的人 就这样开始了他的人生 从早年的经历来看 和珅的命运也算是比较坎坷的 他三岁时 母亲因生弟弟和林难产去世了 九岁时他的父亲也在福建病逝 由此 和珅成为了无父无母的孩子 幸运的是 和珅家中的老奴 以及他的后妈将他养大了 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 小小年纪的和珅 也早早要学会察言观色 强言讨好 同时 这场变故和经历也激发了和珅的上进心 他努力学习 最后学会了满 蒙 汉 藏四种语言 更精通四书五经 诗词歌赋等 深得老师无省亲 无省蓝的喜欢 后来 和珅通过自己的能力 以及人脉关系 一步步成为了乾隆身边的侍卫 军机大臣 当然 乾隆喜欢和珅 不单单是因为那些诗词歌赋 风花雪月 最主要的就是和珅懂他 那种不用言说的小默契 甚至在朝堂之上还能支持他的小九九 对他也忠心耿耿 唯命是从 和珅这套 乾隆帝很爱吃 还很开心的那种 但凡乾隆交代给和珅的事情 他总能想到办法解决 事情也变得妥妥的 所以乾隆宠信他也不是没有道理 并不像影视剧中所言的那样 和珅无才无德 只会拍马屁 清朝抢粮事件 清朝时期有着非常著名的康乾盛事 但是乾隆皇帝更多依靠的是 康熙与雍正所打下来的家业罢了 但是乾隆自己却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而且他还自封自己为实权老人 在他统治时期 清朝到处都在发生着灾害 但有一次清朝的南方发生了旱灾 这次旱灾波及了许多的地区 于是为了能够想尽办法去制止灾难 乾隆便特地派大臣前去赈灾 但不管派去的大臣有多么的优秀 都是没有任何好的效果的 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控制住 之所以会没有办法控制住 是因为这些派去的官员 去到赈灾之后 发现有众多的灾民 就会立即将粮仓打开 救济这些灾民 但是却发现 有许多人会冒名顶替 来领取赈灾粮 这些官员 他们也是心中比较清楚的 但如果实施一种措施的话 那么一定会受到当地人们的辱骂 而且也会影响自己的名声 甚至还出现了各地抢粮事件 所以这些官员 为了能够将自己的名声给保住 便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 于是时间久了 粮食也就会没有了 官员们这样的做法 也深得当地灾民的爱戴 同时灾民们也觉得 只有这样的官员 才是为自己所着想的官员 因此 朝廷对于官员的这种做法 也是非常的称赞的 虽然这些官员 将自己的名声给保住了 但是却有许多百姓 因为没有得到粮食而饿死 乾隆知道这些官员们并没有去 想尽一切办法去赈灾 但是他也不能随便地去惩罚一个 有好名声的官员 于是在无奈之下 乾隆便决定派和珅前去赈灾 乾隆派和珅赈灾 和珅虽然被乾隆皇帝派去赈灾 但是许多人对他的印象都是一个贪官 虽说他有着非常强大的实力 但人们却只记得他不好的一面 因此人们都觉得和珅前去赈灾 一定会将赈灾的粮食占为己有 所以许多人都在等着看和珅的笑话 到了灾区之后 和珅被当地的场景给震惊住了 灾区的天气特别的炎热 而且粮食根本没有任何的收成 百姓们也都非常的痛苦 都因为特别的饿而吼叫着 和珅看到这种场景之后 觉得不能再继续拖下去了 于是便命令手下开粮仓 给这些灾民们发放粮食 灾民们看到有饭吃的时候 便开始都蜂拥而至 看着眼前众多的灾民 和珅发现了不同的地方 和珅发现 虽然这些灾民都衣着不整 而且浑身也都特别的脏 但是和珅却发现 在这些人中 有一些人精神状态特别的好 这一发现立即让和珅有所警惕 和珅便让自己的手下人 去跟着这些精神状态比较好的灾民 想看看究竟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事情 随后和珅的手下便告诉和珅说 这些精神状态比较好的人 他们都是一些家庭比较富有的人 只是假扮成了灾民 想以此来骗取朝廷的粮食 这也就是为什么赈灾粮 会没有的如此快的原因 于是和珅便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往粥里放一些沙子 这样这些家庭比较富有的人 就不会来领粥了 对于自己所想的这个办法 和珅也知道 一定会引来许多人的辱骂 但是如果要是想留住自己好名声的话 那么百姓们就会被饿死的越来越多 于是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 和珅选择了旧灾民 于是每一次发粥的时候 和珅都会让手下的人 往粥里放几把沙子 因此那些假扮灾民的人 在领完粥以后 就会骂骂咧咧的 这些灾民在吃的时候 心中也会骂和珅这个大贪官 和珅的这种做法 却得到了乾隆的大力称赞 和珅顶着人们的辱骂声 坚持使用自己的办法去赈灾 他为了百姓们不顾自己的名声 当国家利益 与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时 他们选择了去保住国家的利益 这样做法的人 虽然他们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而且也会受到人们的辱骂 但是到最终 时间会证明 他们所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 和珅的治理奏效 在和珅的治理下 灾民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 但是人们对于和珅的辱骂 却没有减少 都觉得他是一个贪污的大贪官 但一直到后来 再一次发生灾情的时候 才有所改变 和珅在震灾成功以后 河北地区又发生了灾情 在一开始的时候 当地的官员都会按照 往常的办法去进行震灾 但是却发现 灾民越来越多 而且粮食也变得越来越少 于是当地的官员便决定 使用和珅的震灾办法 结果他们发现 灾情马上得到了很好的缓解 而且也不会再出现 有灾民饿死的状况 就是在这个时候 人们终于对和珅有了新的看法 同时也对其有了认可 甚至和珅的这个做法 不但让灾民们都喝上了粥 还为朝廷省下了不少钱 甚至在数百年之后的现在 很多的国家 在受到不幸的灾难时 人们也用同样的思想 救济灾民 可以说和珅的智慧 也和中国文化一样 远波他乡 然而大唐官和和珅 似乎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据说在后来 嘉庆皇帝继位后 将和珅抄家后 统计出来的财产 可以让嘉庆帝吃上50年 就像和珅赈灾一样 不同的时期 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对于和珅自己而言也是 他精通多种语言 在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 但最终还是被权力 财富蒙蔽了双眼 成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汤官 就像和珅在自己死前说的那句诗一样 50年来梦幻珍 今朝撒手谢红尘 50年的时间 从贫困家庭到皇亲国戚 从小官到全清朝野的中堂大人 和珅这一生也算是传奇的一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